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感谢这两年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的support 那我们接下来 因为2020年 大家都过了一个非常刺激的一年 我相信很多人在等这个技术移民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对于2021年澳洲的技术移民 还有他每一个州的 每一个州的担保的这些要求 一定非常非常期待 基本上所有的州会在2021年的1月4号 应该全部东西会出台 所以我在这里因应大家的要求 我会在同一周 就是1月4号2021年的第一周的星期六 也是2021年的第一个星期六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会把所有澳洲的技术移民 和州担保的部分 全部公开跟大家来做一个直播的分享会 当然了你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当天 也可以跟我们直接做讨论及提问 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的消息 我已经把它post在这个Facebook 还有这个Facebook的Event 所以你可以去join 那还有到我们的AQ Pass 我等一下会带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2021年的1月9号星期六 台北时间11点 所以如果在澳洲Brisbane的话会是1点 我不晓得Sidney还有Melbourne是不是变成2点 那Adelaide好像是会变成11点半吗 还是10点半 我会有一点confused 那个时差的问题 因为台北时间11点 我会直播的平台会透过这个Facebook Live 和YouTube的Live 不管你用哪一个频道 哪一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那希望呢 我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一个AQ Pass AQ Pass是一个订票的平台 那当然我们是网路上面的 你不需要给我什么票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能够做更多的统计 能够了解大家的需求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透过我们的这个AQ Pass 我会把AQ Pass的这一个web link 留在我们的这个讨论区的below 那方便的话 或者是直接透过我们的FB上面 或者我们的网站等等 都可以看到这个link 按进去帮我们做个报名好吗 好 那我们就2021年澳洲技术移民说明会见 拜拜